我因为人在这个国外40多年 我对台湾其实内部的这个情形 我还有许多课要补 但是我用我的这个观点 我这里对于这么样一件大事情 我想我对郭先生我有四点建议 第一 我想请郭先生在接下来的这个怎么讲 政策中严格区分中国和中共 中共不等于中国 当然是 这一点我觉得郭先生必须要表明清楚 那他敢反共吗 敢反共吗 他第一个他讲要必须要讲出中国 中共不等于中国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他我是建议他千万不要 不管发生任何事情 不管以什么形式 千万不要背负国民党的历史包袱 他必须要在理念上在概念上 要做出区隔 要做出切割 第三呢 我会建议他 虽然我知道这个是很难做到的 我会建议他说出来 台湾现在最需要的一部法律 叫做反病吞法 叫做反病吞法 因为中共那边有反分裂国家法 这是他在国际上用来威胁台湾安全的最有利的法律武器 台湾必须要以法律武器把它给挡住 倒不是反击 而是所以叫做反病吞法 那么第四呢 在内政上呢 我希望其实不管谁赢 2020我希望这个新的这个新的一届政府能够打破 我所谓的党府一家 就是好像说这个我进了总统府 我这个党就满汉全息 台湾满汉全息 就归我吃了 这个江山关 所以呢 台湾已经是什么呢 已经是党 党这个军国分离 就是说军队跟国家已经分离了 但是台湾现在依然存在党府一家的现象 就是说谁当政谁通吃 这个有党的这个 我觉得这一点 不管谁选上 我希望都能够破除